一大早 衛生人員已经就为消毒水喷洒 从社区到店家大范围做消毒 基隆富人案1217染疫 现在发现它是整串群聚中最早发病的 我不认为 我也不认为它是第一个 我认为我的想法是 万华已经可能至少两个月三个月了 就有一些人就在社区传来传去 然后才会突然多点爆发 这个多点爆发一定是 每个地方都酝酿一段时间 都酝酿到可以爆发的阶段 所以那个时间绝对是好几个传染破断 所以搞不好要往前 5月再往前推一两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疫调发现基隆富人5月1号南下近乡 隔天回基隆开始发烧 12日确诊而宜兰罗东 由一场员工5月9号全身无力发烧 5月11日确诊 狮子会前会长则是在5月7号出现相关症状 5月9号开始发烧 基隆富人市最早发病预估感染期近两周 按一二一期基隆富人曾到过万华摆摊做生意 而室次会前会长的足迹也显示 他到过万华茶艺馆 先要查是否有地域关联性 揪除病毒源头 万华现在隐形的感染源 也就是说比较轻松无症状感染者应该不少 所以这个线已经很乱了 你很难提清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感染源头还需要详细疫调权力抓出感染源 先说你找了一天投稿 非常感染 早上 感谢观看